出现在沙拉越州州徽的马来西鸟 是沙拉越州的州鸟 它也被当地的达雅族尊为战神 这也是为什么沙拉越有西鸟之乡的美誉 不过这个美誉也让很多人误以为 西鸟是沙拉越独有的鸟类 实际上西马半岛的西鸟种类比东马还要多 毕业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保育生物学系的叶正义 是马来西亚自然协会 西鸟保育计划的联合创办人 它指出全球一共有57种西鸟 非洲拥有其中的25种 剩余的32种遍布亚洲的热带雨林 我们有热带海尾鸟 黑尾鸟 布浅 clips和袋�ête 绿南 à红红的鸟 Напр来密尺导 他们之所以叫做犀鸟 是因为他们的惠子上方 有一个貌似犀牛角的窥凸 不同种类的犀鸟 会有不同形状跟颜色的窥凸 他们最重要的财猬是 他们不能制作自己的窥 他们不像其他鸟 可以带牠丝 然后建造自己的窥 所以它根据到其他人 也有另一个肥折 其他人 西鸟除了是沙拉越的象征 它也是我国的国鸟 五令吉纸钞的反面竹井图和图腾 都是标志性的马来西鸟 虽然西鸟在马来西亚不算陌生 但真正看过西鸟的国人也没有多少 那是因为西鸟一般上只出现在 拥有参天大树的大面积森林 遗憾的是 由于栖息地的破坏和人类的捕杀 西鸟的数量已经下降到令人担忧的情况 由马来西亚自然协会推行的 西鸟保育计划成立于2004年 他们之所以将考察基地设在 霹雳州的伯龙天猛儿生灵保护区 是因为该区就住着国内拥有的十种犀鸟 中的这个研究所做的 我们做一基本的研究研究研究 我们表现专业的研究 我们专业专业专业也有红专业 达经业专专业 川普和 海鸟保护区 叶正义强调 树木对犀鸟的繁殖 具有关键的重要性 当森林拥有越多的树木 犀鸟繁殖的几率就会越高 在他看来 倘若要让犀鸟 远离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并为物种红色名录 那么种植树木 是势在必行之举 它们所用于専与树木 食物养市场 从中则等 实际上那种 食物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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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食物养市场 食物养市场 食物养市场 他们之所以邀请原住民参与 犀鸟保育计划 是因为他们相信 世代居住此处的原住民 是犀鸟资料收集的灵魂人物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意愿 担担这两个 和建议生物项目 可以帮助产生物的产品 或者保护生物 或者保护生物 犀鸟保育计划重立至今 已经迈入第16个年头 他们在犀鸟保育工作的多年付出 获得了The Habitat基金会的认同 他们更成为了该基金会 2021年度的保育基金得主之一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鸟保育 是最初的一件兴趣的 一部分是自然的 生物的解决问题 叶俊毅坦虫 一路走来的保育职业 一点也不容易 在他看来 The Habitat基金会颁发的保育基金 无疑给他们这些保育工作者 注入了一记坚持下去的强心争 I think there are not many local entities in Malaysia that gives up conservation grants to conservationists and I think this is where the Habitat Foundation the Habitat Foundation is someth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a lot of time conservation projects need a little bit of kickstart and with the conservation grant that Habitat Foundation has established I think it has succeeded in making that happen for quite a number of conservation projects that has funded today 西鸟除了是马来西亚最具标志性的鸟类 它们的存在往往也体现出 森林的健康指数 以及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 西鸟保育计划 为西鸟打造出来的苗谷 不仅有助于保障西鸟生态的未来 它们让当地原住民组成的 西鸟守护队伍 也让生态保育的观念 在当地萌芽生根 前线视窗 采访报道